那就是因為其實蠻多人現在擔心的是遇到恐怖情人的 甚至好像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曾經有遇過所謂的親密暴力 那這些東西我們要怎麼樣去研判或是避免 其實的話就是這個真的是在愛情關係或許多的兩人關係裡面 真的要去特別小心避免的 那大概也會有一些就是很多精神科醫師或者是這個心理諮商是整理出來的一些增長 譬如說他非常非常的就是情緒起伏非常的劇烈 那前一秒鐘看到你的時候是非常濃烈的非常愛意 這樣釋放出來 但是那後一秒的時候他可能非常的怎麼講 就是好像一下子就很崩潰啊一下子就很喪氣這樣子 那反過來說有些人是第二種的話類型就是有點像是控制狂 他非常緊盯你的一舉一動 表面上是很像緊盯股票長跌一樣像剛才說話說的 但是他有點過度了變成說他一直關心你 他其實是出自於一種基督心還是什麼樣 你跟這個人怎麼互動跟誰誰誰靠得很近等等之類的 那甚至是什麼放定位啊什麼之類的 就會給人很大的壓力 當然不是說就是一定就會造成不好 但是這是一個常見出現的徵兆 那另外一種的話就是他的反應就是好像是說 把你捧成或者是當成他生命之中生活之中唯一的重心 這種也要特別的小心 不要覺得說我遇到一個好人他特別愛我 特別愛我 一開始的時候都會覺得很黏很棒啊 有些人喜歡黏一點的 他就覺得說他特別愛我 可是這個如果時間放長還是這樣 那變成說有點好像緊箍咒一樣 很窒息 對 很窒息 你哪裡都不能去了 那變成說好像沒有你的時候 他就有點情緒勒索 我看不到你25分鐘 我現在很難過 很不舒服 我怎麼樣的 他就開始多命連環口 對 那這樣子的時候就會演變成一些 就是這種甚至是 當然第四種的話就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些暴力行為這樣子 那當然都是比較不太好 像剛剛醫生講一個就是開定位這件事情 現在是說我們在手機裡面互裝一個定位軟體 這件事情我前幾天才剛剛做過這個調查 我就問大家說 請問一下大家在談戀愛的過程中 在彼此手機裡面放定位這個行為 是我給大家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當然是希望知道對方安不安全 為了對方安全著想 那21%的人是為了這個原因 34%的人呢 他是說我當然是希望控制一下 要知道他在哪裡 知道他現在在幹嘛對不對 想要看他那個點點是不是移到什麼風化區 還是什麼地方 是34%的人 所以這加起來就55% 那剩下45%是什麼 剩下45%說 哎呀不要在那邊講說什麼安不安全 根本就是不信任對方 光是這個選項45%的人都選 哇 不信任 對 所以代表說大家其實對於愛情的那個 不確定感 不安全感 其實是很大的群眾的數量 就是說以大數據來看 是有幾乎有一半的人是不信任對方 或者說正處在一段 不信任對方的愛情裡面